台湾的一層的人 十八的人 十分之一的人 拿走台湾七層的财富 拿走台湾七層的财富 有两层的人 听公教 他们拿走两层的财富 剩下就是我们劳工 我们劳工有几层 有七层 我们在分什么 我们分一层的财富 这种结构的不平等 让我们当然会觉得说 军公教运不过的 有个反过来看 难道军公教 过的这种生活 不是我们期待的退休吗 不是我们期待的生活吗 可是我们看到 政府不去遥等这种 结构之间的不平等 他在讲什么 你们看这两天的 美体自由媒体上都在讲 你看他们理这么多 当然有一些 有问题的 有违法的 或者有过分的地方 我们摆过来想 我们政府为什么不来处理 那一层的人拿走台湾七層的问题 为什么不是拿着两层的 用电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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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感觉这种 你感觉这种的标准呢 你问我电力 算14%而已 刚才彭老师在说的 刚才彭老师在说的就是 天准14%而已 天准宗教 不过是被政府拿来当把 你们看 我们的媒体 有真的讨论到说 哎 财团拿太多了吗 有没有 我们只看到 豪门 谁家取习部 我们只看到 谁家 又是嫁女 我们看到 他们买保时捷 上街 一开出来多少亿 他看不到纸件 看不到我们油电装长 他看不到百务气壮 不看到这个社会里面的阶级不公 这才是真正的问题 因为我们骂 政府混蛋 骂得 敏直气壮 我们如果不骂他 请问 他会改变吗 会不会 我们如果不利用这次的机会 因为老保的问题 才真的凸显了 坦白说 我们老保 真的 税修几步拿这些钱 日子过得好吗 不好啊 你说在节目上面说 我们拿了七成来 所得利亚利的七成 请问 你的退销金 你的老保 年几步 一样何解 由你现在 西北的基础 有吗 有没有 他们根本就是在乎 关键的问题就是 台湾的台股 分配不均 已经发生在我们眼前了 以前 这个承诺 运势做得下 都差下几步的 现在的问题是 他连承诺 都做不到 他连承诺 没有那么成绩的 而且 这个动战 会加在谁身上 就会加在各位 所以我看起来应该都是 2034次 你们政治台湾 进去的主力 现在 准备退休的 他们 15年内 可能拿得到 如果不止 可能拿得到 可是 第一个 因为发生了这个危机 你们的宝费要增加 第二个 第二个 你们将来的所得 一代率会降更低 请问你 老的 你已经负担了 你小的宝贝 要更多 请问你接下来 你怎么够两小的呢 这是台湾现在的问题 所有的重大 帮我放进去 帮我放进去 这段其实应该是让大家上厕所 或者是发展的时间 是不是 我们各单位 你们准备 把今天 帮我放进去